NHOW STUDIO 好的 大家好 今天我们介绍的这位摄机师呢 最爱他对于国内的消费者来说的 他可能是一个新面团 不过呢 年轻轻轻的 他在国际上已经耕耘了一段时间了 他的作品附近在意大利以及埃及都有零售点 而且在巴黎也有长期配合的秀 那我今天就欢迎莫辰 对呀 大家好 是的 我知道莫辰会有客人来正式回到台湾来发布作品是吗 那么 我也知道 我们在国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小小的知名度了 像你好像是2016年代刚刚从英国皇家学习 但是你当年的设计作品就已经受到了ID以及意大利Vogue的工作 不愿意稍微帮我们讲一下这一段的心意 对 就是在2016年毕业 毕业作品比较夸张 所以就是有ID 然后 然后胶片建筑的Design 还有意大利的Vogue 他们每年都会选出百位 就是世界上比较 就是刚毕业设计师 入围他们一个 Young Talent的专刊里面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容疑 对 非常Lucky 可以解释一下你的品牌的一个代表的一个特色 特色就是很夸张 然后很有趣 然后非常的很 色彩非常缤纷 所以这一届的作品 好像也要看当做如一样 是用了一些黑暗面啊 光明面的一些一些手法 用比较甜美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包装了一些 可能比较复杂的一些严肃的问题 对 因为这也是我喜欢的一个方式 因为我觉得整个可能是社会的氛围 都是一个比较满 现阶段算是比较满负面的 不管是在台湾 或者是在国外 就是一个全方位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都对社会有很多的不满 然后大家的负面能量都非常强大 然后所以我在创作中 我有多多少少会受到社会的影响 然后但是我感觉 我希望我能够表达 做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带给大家欢乐的感觉 而去慢慢的改变大家看待这个社会的一个观念 而已久秋冬的设计主题 主要就是采用非常多次文化 像是 rock punk 或是 grunge 然后但是融合了一个法国当代艺术家 Nikki Sandefeld 她的比较富有色彩 而且形状比较夸张的一个装置作品 就是 Black Dancer 下去做创作 然后把这两个看似没有融合在一起的物件结合在一起 然后来做我春夏已久的这个系列作品 所以 我知道台湾阳洲大学也有起作Nikki的一个雕塑 所以台湾的观众对她也有一点点的认识 是她的大胆的色彩运用 雕塑本身都有一种非常 关于乐观的一些呈现 那么这次的印花是不是也来自于Nikki的一些灵感呢 对 就是因为看到Nikki的图片 它上面有非常多集合图形的花卉 爱心 或者是不同的线条做组合 所以我这次用了很多就是Photoshop的一个方式 下去堆叠出不同的集合图案 然后产生出这一系列的印花 所以但是我想要强调的就是她几个图案的那种花朵的图案 所以我就是会用比较强烈的黄色跟粉红色下去 把它给带出来 然后就像是这件上衣上面的灵架 还有它后面的部分衣服后面部分就是有很多 然后在线条上面也是属于比较宽松 因为我不想要大家去穿衣 但是我不是一个非常有作品 不是非常女性化的一个设计师 所以我想要用宽松的线条 然后带出舒适感 这一套上衣就是其实它 乍看一下其实它是一个女装的代表 可是它其实把单品分开来 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去穿 然后这一次也有做非常多 就是袜子上面也是被集合的花卉图案下去 带出整个的那个设计的理念跟想法 然后也让它比较宽乐 因为集合图案它的色块比较大 颜色比较亮 所以它整体的氛围会比较宽乐 而且比较有不会到那么的沉重 然后把一些刺文化的东西刷淡了一点 所以这些有件也是有一个量性的感觉 对像这件就是外面的红衣酷棉外套 其实是非常的中性的代表 然后它也是非常舒适 然后印花上我与其他两件比较不一样 是我把颜色比较说 比较淡了一点 让它比较靠 然后让它比较不会那么的张扬 然后实穿度也会相对的比较高一点 嗯 好的 我们知道孟虽然才刚回到台湾不久 但是它独特有歌姓的作品 以及吸引到台湾的一些来主 在台湾东区的几个精品店 买手店也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那么这次我们也很开心的邀请到孟 为我们的O2O时尚概念店设计了樱花作品 喜欢孟的作品的朋友不要错过了 谢谢 谢谢 O2O O2O O3 O3